所以回去的话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这东西其实 你不花时间很多东西 你可能快就忘了 而且你要真的能够在工作上 能够应用的话一定要熟练 有些东西其实如果你会 跟你会做得出来是两回事 尤其是VBA部分 但即便你懂了 但你回去如果没有再去做练习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很快就忘了 比如上礼拜我们讲到 有关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里面比较重要 也只是多重的部分 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一幅里面还有一幅 就是说你有很多种逻辑判断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你要怎么在 这个函数 就是你怎么利用Excel里面 帮我们完成这件事 不过如果越复杂的东西 我越建议你用VBA来做 因为你Excel里面 它只有一行 可以让你填公式部分 其实很 那个空间其实很小 而且你如果多放几个公式 很容易做错 那做错的话 也许你要出错 就是一个大工程 所以基本上我是建议 如果比较复杂的东西 那也许就用VBA来代替 那VBA里面怎么样两重多重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 另外还有制定函数 那还有呢 我有特别提到有关就是说呢 假设我成绩输出之后的话 我要做一些相关颜色设定 那这其实就是格式 比如说你希望呢 字的颜色或者底色 框线 等等的相关的部分 样式做一个改变的话 那要怎么做 OK 那上礼拜有提到 如果你忘了差不多回去 可以再复习一下 或者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了 我想云端我们已经 今天已经是第三周了 应该是第四周了 第四次 所以这部分的话 云端的相关的资源 各位也要慢慢习惯 因为我们只要做过的东西 云端上都有 所以回去的话 假如你有一些东西 漏了气 笔记也许部分没有写下来的话 云端上其实也都有 而且程式都有 所以你回去至少 复制贴上总会 贴上之后再修改 OK 那这其实蛮重要的 特别是VBA不是说 你会跟你做得出来 其实是有时候还是两回事 很多人学过了 还是不会实错 这个部分恐怕 要再回去多多练习 那上礼拜的东西 在云端上都有 另外还有就是说框线的物件 框线物件的部分的话 就剥的了 我讲过有些东西 其实你可以用查的 F1那很重要 因为很多东西 其实说真的 记都记不完 所以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要学会 如何把你的答案找出来 其实很多东西 我之所以会知道 其实都是透过F1 就是官方有官方的说明 所以你只要自己查就有了 所以有的时候慢慢要习惯 这些东西都不是用背的 而且也不是看出来的 其实上面都有答案了 那你要学的应该是学会 看懂上面给你的讯息 其实我基本上我会 我可以很短时间把那东西做出来 其实大部分都是我看懂上面的讯息 就这么一回事而已 那我慢慢要习惯什么呢 就是他的那个规则性 比如他给你答案 里面你要给什么 然后哪些东西不要填错 结果就对了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即便是不一定是学VBA 你即便是学别的程式也是一样 其实大部分都这样 那也就因为现在东西 其实推成初心 像一个技术 他其实肯定还没用手 可能又换一个新的技术 那怎么办没关系 反正你就学会怎么样 赶快把那个东西 找到答案的方法就对了 OK所以其实 这里当然我提供给各位一个方法 那当然有一些范例 比如说加框线 那框线怎么加实线 怎么把它变颜色 所以实线的话就是LightStyle 等于什么XL Continue 那个是查出来的 那红色的话呢 记得颜色我讲过就是RGB OK大家都锁练 RGB 对不对 红绿蓝 以后反正VBA里面想到颜色 那你就想到那个RGB就好了 OK答案都在云端上都有 云端白板上面都有 不过前提建议吧 一定要动手做 这个非常重要 你以后能不能真的应用 取决于你有沒有花时间 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看到太多同学 正在学会之间 他开始动手 而且开始思考 然后并且把它融入到工作里面 看到他效率提升 他就很愿意再花更多时间学习 相反的 有些同学就是回去就放着 或者工作太忙太累 回去就没做的话 那你越后面 那会越觉得好像越听不懂 跟不上 OK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当然我们有把影片录下来 所以你回去 假设实在没有太多力气 那不然你就听听吧 听嘛 听一直听 反复听 你也不用从头到尾听 你可以选你不朽的部分听就好了 OK 这提供给各位一个方向 至少你一定要学了 至少你要有点成效 从这班能够结业的话 应该还要有一点点 至少上过吴老师的课 应该基本有一点品质保证 OK 好 那再来的话 还有那个争议集等等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来看那个第三类的函数 日期跟时间好了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先帮我开启那个练习档 里面的话呢 也许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的练习题 那也许你可以先切到那个什么 切到那个综合练习题这边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综合练习题其实就是希望怎么样 希望我们输入一年的第一天 然后呢 你可以向右 向下 自动的话呢 再向右一下 它可以把一整年的年历 全部都产生 那怎么做 你想说 另外的话呢 格式 我们也要是像这样的 那你会发现在 那个Excel里面的格式 它基本上因为是美国那边设计出来 所以它一定是西元年 这毋庸置疑了 那你会发现呢 为什么这边我们会 可以显示出 那个民国年 那当然也是来台湾之后 再加上去的一个外挂 其实就争议级啦 自动帮你产生中华民国力 不过呢 这边的话有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输入的是上面 所以以后记得输入 就是输入成这样子 但是呢 你要让它变成别的样子 就是格式设定 OK 也就是里面存的东西 存在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但如果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希望呢 能够把西元年 改成民国年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斜线改成点 有没有 你会办法斜线改成点 那一跟一月一号的话呢 改成什么呢 如果各位数字的月 或各位数字的日 前面补一个零 OK 民国年改成点 OK 然后呢 这边补零 最后的话 产生周期的话 这地方要怎么做 当然你按 按右键 除了格式的话 当然呢 在预设的这个日期格式里面 它没有这个格式 顶多是有一个中华民国里 但是呢 你我要怎么自己去改 其实当然我前面 有讲过 你可以用拼装的 也就是说部分你知道 部分你不知道 你可以把部分知道 跟两三个 把它混在一起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切回来 Today好了 我们在这Today里面练习 那Today的话呢 第一个啦 如果你要抓今天日期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日期时间函数 当然要抓到今天日期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Today OK 按确定 这个没有引述啦 所以按确定就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 那个小瓜一定要给 里面是空的 没错 第二个 当然如果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啦 还有一个叫No 有没有 在里面的话有个No 那No跟Today呢 按确定你会发现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可是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干嘛有两个 所以特别注意 其实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你把这个格式 格式一下 这No跟Today 最大的差别 就是时间 所以你找一个 有日期有时间的 比如说这一个好了 时间里面有个年月是十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Today 刚好是什么呢 时间刚好就十二点整 那No的话呢 它除了有日期之外 它还有时间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时间 你就用Today 如果你需要时间 你就用Now OK 再来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日期里面到底 它里面放的结构是怎么样 其实你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假如我把它的格式 按右键出现的格式 再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通用好了 通用的话就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里面 给你的结果是什么呢 43,262 奇怪 下面的话也是43,262 可是它有小数点 为什么这两者有什么差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你可以在旁边 也许上面的地方 输入一个数字 等于 先一个 等于1900年的 1月1号 Enter一下 OK 那这里的话 假设它格式 我把它按右键 出现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成什么 应该不用等 OK 直接输入 那你会发现这一天的话 按右键出现格式 我一样把它格式化成通用格式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 它是1 为什么是1呢 那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其实日期是这么一回事 它就是从1900年的1月1号 它是算第一天的开始 所以1900年1月就第二天 一直可以推 所以也就是到今天为止 有这么多天 那也就是以后一直会越来越多 实际上 日期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 如果它没有时间的话 没有时间值 就是刚好到12点整 是一个整数的话 你会发现 它刚好就没有小数点 可是如果说 它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 那那个时间就小数点 那这个小数点怎么来的 就是一天有24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 等于就24分之一 除完之后一定会小数点 会除不尽 所以你可以除 还有10分秒 除完之后 所以会有这个 后面的点7 点78644 其实这后面就是时间 OK 那顶多是说 我们把它格式化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 背后的东西就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以后的话 数字减数字 天比较好算 为什么 因为把两个日期相减 回来就是会是几天的 那但是比较麻烦是月 跟年 因为月的话 有大月小月 论月跟不是论月 另外还有年的话也比较麻烦 当然你会想365天 不是 如果论年会多一天 论年 论年还有论年的规则 你可以Google一下 论年 蛮复杂的 所以如果你要计算月跟年 其实比较麻烦 就像日的话就比较简单 相减就OK了 那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假如我希望 那我跟今天好了 我希望格式化 当然我希望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日期里面 假设原来是这样子 可是我希望做出像刚刚的那个 民国年 加一个点 然后 补那个两位数的话 第一个 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第一个先找中华民国力 然后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修改 特别是以后慢慢要习惯一点 就是说 有些格式 假如你要的格式不存在的话 请记得还有一个功能叫制定 那这个制定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去修改成你要的样子 所以我们先 当然通常是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比如说这个比较接近好了 其他好像 这个也可以啦 只是说这边要改 好像没有这个简单 算这个好了 OK 制定一下 所以找一个中华民国力的一个 这边 然后点过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机关就在这里 前面这个就是后来补上的中华民国力 有没有 DH一个简的符号 TW 这个其实中华民国力 这个是只有台湾 全世界只有台湾的版本才有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问到 他电脑没有 你问一下 原来他是英文版 英文版怎么会有 对不对 OK 那我要改第一个 改把那个什么呢 改斜线变成点 其实很简单 Delete掉改成点不就好了 Delete掉改成点 有没有 上面不是点的吗 OK 第二个的话 如果各位数要补零的话 怎么做呢 对 MMDD OK 就这样而已 其实像SS 另外一套 OBIS 类似 蛮多地方都这样 MMDD就可以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各位数字补零了 那这样还有什么呢 还有后面要补什么 星期几 周期 周期的话 先一个瓜符 后面的话要补什么 五 周期吗 你不能说自己打一个周期 你要看一下 每天都不一样 你怎么 最好记得哦 很简单 A A A 三个A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星期几的话呢 那就再多一个A 星期几了 OK 四个 三个跟四个 那你如果说五个的话呢 没有五个啦 OK 没错 你按五个 不知道他不会改变 OK 那我们就三个就好了 特别注意哦 A A 直接放过来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目前的格式 就会格式跟 我们那个综合练习体里面要的结果 就是这个格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格式其实是怎么样 找一个接近之后再来改 所以记得哦 选取它之后按右键 那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那个 出生个格式 这边出生格式 那自行再到制定里面做修改 不过我同学会问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AAA是周期 那AAA四个是星期几 其实我刚刚讲过啦 你如果要周期星期几的话 因为它在西里里面会有个星期几 跟周期 那我如果想知道它里面格式是什么 我就按什么 按制定 那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说它是AAA 其实分号前面 中瓜谷后面这一串东西 你把它搬到另外的地方去就可以 所以有的时候 假如你刚好知道 这边有你要的格式 另外一个有你要的另外一个格式 你可以把它拼凑在一起 就可以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 所以其实里面还蛮多东西哦 每个地方都有很多机关 所以有空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格式就产生 不是说里面有的才可以哦 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去把它制定一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按确定 我们就完了 这个就不能改 我们只是让各位知道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延伸 如果说我今天呢 想要抽出什么呢 这边里面的年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里面的四个讯息 分别抽离出来的话 年月 有没有 然后什么呢 日 OK 这个问题蛮重要的哦 因为很多同学哦 就想要抓那个资料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却抓不到 比如说你今天好了 像这个这几个问题哦 如果我今天呢想要怎么样 想要抓的话呢 大家第一个你会直觉用什么方法 这个 抓过来 我如果要黏的话 义尔嘛 对哦 好那假如说我今天 其实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对当文字来看待 哎 文字的话 这之前蛮多同学会想 另外一种方法是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所以日期的话当然啦 就是很简单 插盘数 待会可以练习 如果要抓到年的话呢 那当然义尔嘛 对吧 把义尔里面的这个东西抓过来 哎 就是他的7月年 大家如果你要民国年的话 你可以把它减1911嘛 减完之后 那减完之后呢 那当然会可能会日期减完 可能会给你一个日期格式 你就再把它改回什么 改回通用就可以了 好 那就107年 OK 啊 月的话呢 当然我们就插盘数 可以用那个什么呢 哎 顾名思义嘛 曼斯 对曼斯取这个日期6月就过来了 OK 然后日的话呢 当然就是day 有没有 OK 好 day的话呢 就抓这一个 好 那周的话呢 当然顾名思义吧 用什么呢 哎 week 里面有个weekday 有没有week 在这里 OK 然后呢 你就是把这个日期给他 但是他返还给你是二 哎 二的话星期起呢 星期 对星期一啦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星期一呢 因为也是美国人设计的嘛 美国人他们觉得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是礼拜天 OK 所以二的话刚好礼拜一 啊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把它格式啦 按右键 出神格式 啊 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 像我刚刚日期里面有西元年 那你可以找到周期 啊 你按确定他就周一了 有没有 这是方法一 用什么呢 year month day 跟weekday OK 方法一哦 但是另外有一个还蛮重要的 我希望呢 我不要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我希望哦 把这个东西先帮我转成文字 然后文字再用切割的方法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嘛 文字是要函数嘛 那如果切割 当然你不能直接切 因为之前同学常问一个问题说 老师为什么我看到他是107 那我用之前你教的方法呢 文字里面不是这样嘛 看到107 那我用什么呢 用left 对 直觉嘛 对 left 然后你就把把这个 给他嘛 对不对 给他几个字呢 123 想说三个字 如果你会按确定之后你会看 诶 432 所以问题为什么432呢 因为他里面其实 你看到的跟实际上他里面存的是不一样 里面储存的是距离1900年1月1号的天数 的一个数字哦 所以你切割的时候呢 他就给你43200 所以问题来了 我如果今天要切割用文字来看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会需要什么 如何把什么 把你看到的变成 转换过来之后呢 变成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文字 你才有办法切割 OK 如果你没有转换的话 你要切割就一定会失败 这个问题好像蛮从 蛮多同学问的 他最近有个同学问说那个 比如说他有货币吧 像我们不是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他有什么NTDollar USDollar 什么人民币的话什么CNY 好像没有Dollar 那他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呢 他那个他希望把他看到的那个Dollar 货币跟他的金额把它分开来 可是他问题他好像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其实这边给各位个提示 其实这边的话可以利用一个函数 前面有教过了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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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他主要的作用就是什么 真的帮你把里面看到的转换成文字 OK 只是说你要怎么转换才可以 那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那一先帮我把today跟now 也许填在这边了解这两个 第二个的话呢 稍微了解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函数里面的格式 转成民国年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重点是 至少先了解重要的像today跟now 第二个就是如何格式化 那日期无论是日期也好 或其他你都可以用拼装的 那我们如果要把它变成民国年 加上点 然后呢 月份跟日补林 后面加上周集的话 先试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可以 你就按右键 通用格 你会发现那个 出生格式 改为通用格式的话 它会是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它很简单 里面就是距离1900年月要 相差几天 那再来就是说 旁边 H从1栏到H栏 加上那个年 月 日 周 那先利用那个 三个很重 四个很重的函数 Ear,month,day week,day 这几个函数 先把那个 我们前面的日期分别把它拆解出来 其实 日期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里面其实是一个资料 可是却要拆成四种东西 那这最麻烦就是 而且这四种东西呢 如果你要做计算的话 哇 那更麻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 怎么样把个别的资料抽离出来 抽离出来有两种 一种是把它当日期来看待 一种是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OK 那刚刚已经先做了那个 比较简单的用那个 日期的格式 是啊 待会我们再来看用文字怎么做 好 好